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格米莱的这台CRM3145的咖啡机和9015的摩托机 因为前几天呢 我做了一个短的开箱体验使用的视频 那那台视频呢 是跟品牌方合作的一个视频 视频呢 比较短 所以说呢 没有能够非常非常全面的介绍到这台机器 那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台机器 因为在我的那个视频里边呢 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在问 这个咖啡机在哪买 它的价格 以及它的使用的体验是什么样子 今天也是我用了这台咖啡机 一段时间了之后吧 来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体验和感受 就是这台机器 它的体积非常非常的小 这是它的3145的型号 它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型号 我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品牌呢 其实是做商用咖啡机起家的 所以说呢 你可以看它们有这种商用的双头的 对吧 所以说整面 大家可以看的话 左边这边是它们最早的这种商用的型号 上边是纯商用 慢慢的延伸到家用 商用 通用的这些型号 再到这边呢 就是纯家用的这样的型号 下边呢 是磨豆机的型号 那我的这台呢 它就是这个吉米方碑19015 那这是它整个格米莱的一个产品线吧 那接下来呢 讲咖啡机的这一部分 因为咖啡机呢 它是定位在纯的家用机 所以说呢 它开机了之后 整体的加热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我记过时 我用计时器记的时候呢 是按下开机键之后 它大概在4分50秒的时候 蒸汽也就蓄 冲煮头也能够就蓄 因为它这个机器呢 它是有一个蒸汽的锅炉的 所以说它蒸汽很足 我开一下蒸汽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效果 比较好的这么一点 就是它蒸汽很足 另外呢 它蒸汽的锅炉不算大 所以说加热的速度也还是算比较快的 那这是这台机器 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个点 那首先按钮啊 它很简单 开关键 对吧 然后一个单杯的定量按键 双杯的定量按键 一个手动萃取键 它比较有趣的是 定量按键 它都是自带一个预浸泡功能的 就比如我用一个单份的 它会先预浸泡一下 诶 听到了吧 预浸泡完了之后再来萃取 那是自定义的按键 它是不带预浸泡的 就直接就可以萃取了 好 这是按钮 其实很简单 按钮的右边呢 是一个表盘 那这个表盘呢 它是在萃取的时候 它显示时间 另外我在开蒸汽的时候呢 它显示温度 它显示的现在是温度 对 这是显示的一个功能 那这台机器它如果要在同时萃取和打奶泡的时候呢 它是不显示蒸汽的温度的 它只显示萃取的时间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 现在它显示的是萃取的时间 我把它关掉之后 这个显示的是蒸汽的温度 对 这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吧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机器呢 它是一个水箱版的 后边呢 是一个水箱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打开了之后 后边就直接可以加水 就OK了 那这个水箱呢 它是一个 哦 对 它是有一个刻度线的 但这个刻度线的话呢 我估计也就是两升吧 两升左右的一个大小 其实家用的话也刚刚好 那另外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机器它打开了之后 每次打开 上边都会有一点点的水珠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因为这种 它有热量了之后 它就会有一点点蒸汽水珠水露在上面 还是怎么回事 我具体不太清楚 但是每次打开的都会有 好 那这是水箱 那下边呢 是绿水盘 那绿水盘 大家可以看 它的下边呢 是有一个凹槽的 那这个凹槽下边 是有一个口的 那这个口呢 可以接一个下水管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机器 你如果是放在一个小的饮品店里面 也是可以用的 它直接就接到一个那个下水道里面了 也是我觉得它考虑的比较周全的一个点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再讲一下它的这两个按钮 左边这个是热水 右边这个是蒸汽 比较轻的这种开关 就是我轻转一下 它会回弹 这就开了 我再转一下 它就关了 然后另外呢 它这个热水呢 它是可以设置一个多少水量的 怎么样设置呢 我拧着它不动 让它出水 这边数到10秒了之后 我再停 哎 你看 现在已经开始独秒了 四 五 六 好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设置了 出10秒热水的这么一个程序 我下次再来接 那它就是一个10秒的热水 你也可以设置时间更长更久 哎 这样就相当于是结束了 另外它每次出完热水之后 它这个按键会闪几下 等完全亮了之后 就可以萃取 蒸汽这个地方呢 也是可以设置具体的打发的温度的 我是怎么样来设置呢 这个有一个加号 有一个减号 长按加号三秒 那它就闪烁了 我现在60度 我可以设到65度的奶炮 当然也可以更高 对吧 然后呢 等它存储完了之后 那我下一次再打奶炮 打到65度了之后 那它就可以自动停止 这是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一个点 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蒸汽 它能够设温度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碳针的 那这个碳针 你看它连接了一条线 直接这个线连接到里边 然后呢 看它的温度 直接通过这条线来传输到这个屏幕上面 我觉得比较实用的一个点吧 家庭用户来说比较友善吧 家庭新手在完全不会打奶炮的情况下 用这个蒸汽打出来奶泡 其实它都不会差 等一下我来再给大家来演示 那接下来呢 我来淬一个咖啡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它这个粉碗呢 就是18克的粉碗 它配的这台磨豆机呢 是属于初级家用的磨豆机吧 但是我觉得研磨的效果还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磨18克粉需要多长时间 好 这么多 我看一下粉量啊 哦 20克 刚才磨了12秒 磨了20克 研磨速度上来说的话呢 对于这种小型家用的速度 是属于适中的吧 脆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直接用手动来萃取了 其实它单看萃取效果的话还是不错的 好 另外呢大家可能在意到了刚才在萃取的时候 它这个机器的声音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因为它是震动泵 另外有很多小伙伴可能都会问震动泵能不能做好咖啡 其实怎么说呢 如果是只是在家里边你一天做个十杯八杯的震动泵当然能做好咖啡 对吧 因为你不是营业用的 你如果是营业用 哎我一天要做上百杯咖啡的那震动泵可能hold不住 但震动泵有一个缺点就是大家听到了刚才萃取的时候 就是它的声音会比较大一些对吧 但是便宜嘛对吧 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 那接下来我再打一个奶泡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机器打奶泡呢 其实就真的是很傻瓜 你倒好一定的亮了之后呢 你就直接就放进来 你不用去找什么角度 然后呢打开 你设置多少度 它会自动的就你看旋转起来了在里面对吧 上边呢是显示的是温度 我刚才设置的是65度 那等到65度了之后呢 它自动就停止了 45 46 65度就自动停了 看到了没 所以说奶泡你看 它打的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丝滑的 很丝滑 我来打个奶泡 我来拉个花了给你们 把刚才萃取的这个浓缩倒出来 就是这个奶泡的整个质感 其实已经达到了非常专业的咖啡师的一个水平了 真的是已经非常专业的咖啡师的水平了 你看多丝滑对吧 我就随便做这么一下 是不是 那等一下的话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测试呢 我做一个让它同时萃取 同时打奶泡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我把这个先敲掉 可以看一下萃取它的粉饼的状态 萃取其实还是很好的 对不对 粉饼也完整 好然后呢 这个磨豆机大家 你如果是刚才在意到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 它会有一些 在磨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类似静电粉一样的 就是细粉残粉落在周边 是会有一点点的 它不能完完全全的保证就是周边没有残粉 但是我觉得 嗯 这个量呢 还是能接受的 是可控的其实 好 刚才那设置的65度的奶泡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温度比较高了 我这次呢 把它调到60吧 我自己平时用60 它会多一些 OK 保存了 它会自动保存 好那接下来呢 让它一边打奶泡 一边萃取 要进点器 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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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度结束了对吧 好 然后这次呢 奶泡其实没有刚才打的好 是因为这次呢 就是我把那个角度啊 放的太大了 但是也还是可以的 把上面的一些大泡敲掉 好 然后我们再重新的做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薄了 这次的奶泡 不过我融合的稍微多了一点点做了一个这种爱心 OK 好 这就是它同时萃取同时打奶泡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呢 这就是我刚才整个做下来萃取啊 奶泡的功能啊 包括它的程序的一个设置啊 其实在4000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里面呢 这个机器真的是 它的配置拉的是挺高的 那细节的部分呢 做的其实也是不错的 从它的整个操纵操控感啊 还有就是整个机器的做工啊 我觉得怎么说呢 现在这些家用的咖啡机真的挺卷的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可能几年前吧 大概两三年前 大概在两三年前 如果在4000多块钱的一个价钱的话 那你能买到的咖啡机 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很简单的这种一体机 或者是没有锅炉的 只是加热快的 那这个机器呢 它至少它有独立的蒸汽锅炉 有很多那些一体咖啡机 对吧 你会发现当你在脆咖啡的时候 你没办法拿奶泡 是很多一体机 所以它的一个通病 它只是一个单一的加热块 它也没有单一的蒸汽锅炉 像这个机器的话 萃取的状态 以及打奶泡的状态 都是非常稳定的 这是我觉得蛮厉害的一个点吧 所以说我是能觉得在接下来可能两年三年的时间里面 像家用的咖啡机在这个价位的可能也会慢慢的浮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型号 就只能说大家越来越卷了嘛 对吧 在同等的这个价格里面功能也越做越完善 机器也就是配置也越来越高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市场 差不多这样了 那这个机器 我最后再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吧 首先优点就是价格很便宜 那它所有的制作上面的功能 萃取的功能 奶泡的功能 程序设置的功能 是我觉得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是属于优点 那缺点呢 可能就是某一些小小的操控的细节 就比如我在放热水的时候流出来的速度会非常慢呀 然后声音会比较大呀 就是这个价位的机器也只能是用震动泵了 还有就是它可能在内部里边的某一些地方 好像有一点点的共振 就是在萃取的时候 有点那种不锈钢的那种声音在响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 我们再听一下 感觉好像是哪里有一些 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 我拿到这个机器是这样的 还是说所有的机器都是这样的小声 就算是一个我用了这么长时间 觉得一个小小的遗憾和缺点吧 那别的缺点 还有一个小缺点 大家可以看它这个蒸汽头 因为它这边呢有一个温度计是从中间伸出来的 所以说呢你看它的蒸汽头到最下边的这一侧 打完奶泡了之后呢 它不是那么的好擦 所以说就会流下来这种奶泡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吧 但这也没办法 因为毕竟它是有个温度计的 那这个只能就把它拧下来 拆下来单独洗了对不对 你看就最下边的这一点 差不多这就是整个机器的总结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你们觉得看了之后这个机器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之类的 也都可以在留言区或者弹幕里边来讨论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